加油 加油 千行箭 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句话出自易经 意思是说 大自然的运行 刚强觐见 君子处事 也应该如天道一样 追求进步 刚毅奸着 发愤图强 永不停息 学习典故 倾听故事 与天同行 中华民族得天道 一路走来 五千年生生不息 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 文明古国 靠的就是这种 自强不息的精神 唯有自强 才能生命不息 古老的典故 深藏的是一个伟大民族 永不衰落的生命 中华的兵哥哥眼尖一眼就发现了站在花车上的人正是女牌姑娘 中国女牌 世界地益 中国女牌 世界地益 凌云飞船 凌云飞船 他们喊中国女牌世界第一首 我们车上很多人都哭了 就那种感觉是 现在无法用语言去演表的 他们是战事人 对我们来说 在狄大场上我们也是战事 我觉得得到战事的认可 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 让世界地益继续去保持 祖国万岁是所有花车当中 在天安门城楼前停留时间最长的 足足有五分钟 众心捧月 万众瞩目 如此礼遇 中国女牌当之无愧 不畏抢手 敢打敢拼 就是总书记对女牌夺冠原因的 精准分析 在世界杯的第六场比赛当中 中国女牌面对的是 曾经连赢自己18场的巴西女牌 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中国女牌连班两局 终于以3比2战胜对手 在会见女牌代表的时候 习近平还提到了1981年 女牌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情景 在决胜局里 中国女牌也是3比2苦战 才赢得对手 当时全国上下是新潮澎湃 亿万观众热泪银矿 可以想象得到 在这热泪银矿的亿万国人当中 就有热血青年习近平 如今作为人民领袖的习近平 对女牌精神做了最权威的提炼 女牌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 时代最强音 而拼搏体现在精神层面 就是自强不心 16个队员挺难的 其实也是实际上球 一点点拼吧 是1981年 我们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 我那会儿才21岁吧 20岁 那又38年过去了 我也没想到我还会站在这里 所有的自强都是不需要别人要求 而自觉自愿地拼搏奋进 从当年的五连贯 到今天的十贯王 女牌的至圣法宝就是苦练 手骨折了 半月板撕裂了 照样上场打比赛 膝盖做过七次手术的狼平就说过 不是说大话 我用一条腿就能赢他们 魔鬼训练 胆汁都吐出来了 还得玩命练 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加压 这样的苦是吃不了的 而支撑女牌拼了一代又一代的原因 只有一个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 2019年的9月14号 女牌世界杯 中国首战3比0 战胜韩国后 狼平说了这一段话 我觉得只要穿上 带有中国的球衣 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嘛 出战 我们要为国争光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 和我们的使命 特别光荣 每一次的比赛 我们的目标都是 升国旗 奏国歌 1981年 中国女牌 第一次站上 世界冠军的领奖台的时候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响彻神州大地 这是落后了一百多年的 中华民族发出的 自强不息的呐喊 打不死 不服输 风雨压不垮 苦难中开花 这就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